大家好,我是周迅 今天我在Vogue 带你走进我的人生一瞬 我们来看看 第一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是太平公主 这个是在1998年拍的一个电视剧 叫大明公辞 那这件衣服是白鸟服 那在故事里面 这件羽毛装是太平公主 自己和女工坊 设计的 她的母亲看到之后 就跟她说 她非常喜欢这件衣服 希望自己也能够拥有一件白鸟服 然后她也希望太平公主 穿着这件衣服 去跟当时的将领们 有一个发言 其实这件衣服在故事里面 是说太平公主 对自由对浪漫的追求 那大明公辞整个剧 有一种解构的浪漫主义在上 那上红导演呢 是一个骨子里非常坚韧 也非常浪漫的女人 那叶锦天先生是这件衣服的设计者 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男人 然后再第二张 这叫杜新宇 对吧 对 是叫杜新宇 这个是2000年的时候拍的一个电视剧 就在当年来讲 算是一部民国的偶像剧吧 这个杜新宇的这个造型 它有两把非常非常非常长的马尾 是双马尾 然后这个造型在当年 让观众的记忆也是非常深刻的 然后是也是构成了这个角色 非常古怪精灵和天人的纯净 我记得当时我在想这个角色的时候 觉得它是一种透明的颜色 它非常的干净 这个女孩 当时也给大家流向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这部剧播完之后 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都特别爱输这个两个大马尾 流行了好一阵子 第三个是橘子红了 那袖盒装是经过改良设计的 明初的服装 其实这个服装就是 清末明初女性常见的傲裙 上衣为丽领或者是圆领 长度是到膝盖的上方 袖口是多为两层的 下面就是马面裙 叶老师他主要是为袖盒选了红色和金色 在婚礼的时候还有满头的金饰 很多人其实都以为这套衣服 是原来就有的一种传统的一个服装 但其实后来他们才知道 原来这件衣服是来自于 电视剧橘子红里面的绣和服 然后包括它那个时候的头发的小三角形 当时这个造型也是非常的风靡一时 很多结婚的姑娘都会选择这个造型 接下来 这个是电影《如果爱》里面的一个造型 这部电影是一个歌舞剧 这个造型是电影中歌舞剧部分的造型 很梦幻很经典 然后也非常的天马行空 很好的诠释出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那《如果爱》的造型师是西中文老师 我们歌舞的部分都会很喜欢 有各种各样美丽的头饰 里面还有黑色的蕾丝的头饰 还有白色的蕾丝的头饰 也都是这个样子的 在当年也是非常新的一个造型 在电影里面 这个是2006年的Gana 那个时候是去宣传夜宴 当时穿的是一条迪欧的小黑裙 2006年跟迪欧一起工作 然后就是到马路上去拍杂志 那这个就是在路上随便走的 拍的这么一张照片 然后后面是梦露 这张照片还是非常经典的 因为到现在大家都还是会选择这张照片 来找我签名 然后这个也是我那个时候刚刚出国去参加海外的营展 所以也是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 也是很早穿这种比较正式的这种礼服的时候 这个是第43届金马奖 当时我好像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有刘海的 然后这种碎长发配上这套衣服 我自己就是很喜欢 因为当年如果爱这部戏得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奖 那那时候我也跟自己说把这些事情都忘掉 然后从零开始 这个就是李米的猜想 这个是2008年的一个电影 那这部电影也让很多朋友非常喜欢 然后他们也对李米的造型印象非常深刻 他就是有一个钥匙 然后还有一个手电筒 然后这些衣服其实都是在我自己的衣橱里边去找的 没有特意去买新的 这个其实都是我自己的衣服 当时我也非常喜欢格子衬衫 然后包括到现在我也一直非常喜欢格子衬衫 对于这个造型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 就这个角色嘛 因为他想通过在出租车上认识的人 去找他的男朋友 所以其实他穿什么其实也都是非常随意的 他非常随意但是非常好看 非常经典 Vogue 当年Blanciaga这系列的衣服是非常著名的 然后这个好像也是我拍的第一本Vogue的封面 我记得在法国还是在英国拍的摄影师叫David Sims 在这本内页里面还有几张他们转化了一些京剧的感觉的妆容 然后这一块画的很红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好像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斜切刘海的那种短发的造型 这个封面包括里面的照片 就算到现在其实大家说起比较经典的造型 大家也会讨论这一本Vogue的 Blanciaga当年轮廓感非常强的这么一个设计 这个是《风声》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造型也是叶锦天先生 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旗袍 因为人物的性格关系 叶锦天先生选择了非常简洁的造型 然后他选择了一个深色的布料 然后里面藏着一点点的小花 所以感觉这个人就会暗藏很多玄机 也意味着顾小梦在那个时候 在那种环境下 他的智慧和他充满的生命力 和他最后的结局也形成了一个对比 所以这套旗袍我是很喜欢 很可惜我当年没有把它收下来 现在也不知道去哪了 这个造型是林彦秋 是我第一次拍戏以男装来造型 我记得当年是用了非常深色的底色 因为这个角色他常年在沙漠上 所以他会晒得很黑 当年我也是第一次用非常非常深色的粉底 来打妆 因为也没有什么妆 其实就是粉底和眉毛 所以我记得当时拍戏的时候 我的化妆的时间就非常的快 但我很喜欢这个人物 林彦秋是一个非常非常帅的一个女人 这个节拍这件事情 当时还挺热衷的 穿上好看的衣服 配上香奈儿的包包 然后当时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顶帽子 我记得好多好多的造型都用了这顶帽子 这个应该算是中国时尚界最早的节拍吧 这一张我自己非常喜欢 2012年这张照片是卡尔拉克菲尔先生拍的 当年拍了非常非常多全世界各地的演员 我记得这张照片拍得非常快 大概只有拍了两分钟吧 但是准备了非常久 我记得那时候是早上去化妆 化完妆 然后他就出门了 出去逛了好长时间 然后后来他自己就爆了一盏台灯回来 你看这张照片里面其实也没有 但是其实是有一个台灯 放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个摄影棚是有这个透明的 是有太阳日光晒进来的 没用什么灯 非常快 两分钟就拍完了 就拍得非常的好看 我当时就觉得原来一张照片可以那么快就拍完 然后他也就是把我拍得非常神秘 非常东方的神秘 所以你能感受到卡尔先生为什么会让香奈尔成为全球的时尚语言 他还是非常厉害的 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想起他 尊敬他 谢谢他 哦 没尬了 这是2015年的 那一年是中国之夜 我们去了非常非常多的演员都从中国去的 这套衣服是高定 这个有一个感觉是一套衣服可以这么这么的和我的体型 不管是袖子啊 腰啊 裙子的长短 我当时穿进去的时候我是非常惊讶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这么这么的合适 然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黑色和银色的搭配 我记得这套衣服我穿了不止一次 包括拍照 我又重新的又穿上这套衣服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套礼服的简洁和华贵 我觉得东方美就是这么的含蓄和金贵 如意传 我非常喜欢如意传的每一套衣服的造型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得 就是说去做这个人物造型的时候 这个造型是张书平先生做的 他买了非常多的古董 包括我的耳环啊 然后头饰上面的这些点缀 其实都是古董 就是收回来的古董 然后这个帽子很神奇 这个帽子是3D打印的 它是根据一个很老的 就是那个时候的帽子 用3D打印出来的 因为老的那个很珍贵 怕把它弄坏了 所以就用3D打印了两三顶 我是自己收了大部分如意的衣服 然后现在都放在我的家里边 我偶尔的还是会给他拿出来看一看 包括我的耳环 包括我的皇冠 小敏 是我第一次演一个医生 演助产室 然后当时我是真的去了医院 去做一个助产室的学习 然后在实习的过程当中 我是真的觉得助产室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职业 母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伟大和辛苦 然后小孩同时也是 因为他们同时出生和把他生育出来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也希望大家对妈妈要非常的好 然后也要非常谢谢帮你接生的助产室们 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生活流的一个作品 所以对我来讲也是非常特别的 这个就是很高兴认识你了 很高兴认识你 比较多的就是我自己平常会喜欢穿的一些东西 就是很松很大很软的一个毛衣 很舒服的没有压力的 穿在身上是可以和身体作伴的 裤子也是那种棉麻的 就是很舒服的材质 我也推荐给大家 因为我自己平常就是会喜欢这种 没有压力的非常舒服的清爽的 可以躺可以坐 你干什么都没有负担的一些衣服 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数字就是十 那十是一个非常圆满的数字 也是我第十次拍Vogue 我也相信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这次拍摄的主题是穿越了时间的想象 回到百年前诞生Coco Chanel女士 独立洒脱的黄金时代 所以我希望无论每个年代 勇敢做自己是每个女性的追求 那今天拍的这个第十次的Vogue 也非常的特别 我们在摄影棚里搭了一个网球场 然后拍的也非常的洒脱 大家看到照片的时候 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我非常期待这次的封面 还有每一张照片 第十次的Vogue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观看Vogue 带着大家一起去看到周迅的人生一顺 也希望大家过得愉快 团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